我的天哪,这是一个速度极快的指针 据说放慢五十倍都无法看清它的动作 而且还能穿越阻挡它的铁针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恐龙 千万不要和它对视 因为一旦它盯上了你 无论你怎么移动它 它都会一直盯着你不放 太神奇了 你太吓人了吧 这是什么恐龙啊 一旦和它对视它就会一直盯着你看 你也太恐怖了吧 我都要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 先来这个速度极快的指针 我们先不插这个指针来看看啊 它这样来位波动是没问题的 很正常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指针插进去 你看这样它又挡住了它 再来看看它能不能穿过去 正常来说肯定是穿不过去的 试一下啊 什么情况啊 你下来就过来了 再试一下 你下来就穿过来了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这个前面有问题吗 放个牙签试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牙签是没问题的 然后把它插进去 看看是完全挡住了 再试一下啊 这太恐怖了吧 又穿过来了 这次我用慢镜头录 一起看能不能看出来啊 哦 看出来了 原来是这个呀 这个指针定没有穿过这个牙签 它只是这样很快的绕了一圈 速度快到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太厉害了这个 你们有知道这个秘密的吗 接下来是最下人的恐龙 就在这个袋子里 我们给它拿出来啊 有点害怕呀 看我咬 我们需要把它拼接成这样的形状 先掩着这个边 把它轮廓采展下来 采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个地方也是要剪开的 接下来 底下它这个虚强 并很遮疊 然后在里面给它图然固体雕 用双面雕也可以 固定一下 这边是最硬的 接下来呢 指它头的部分 这样固定一下 现在怎么好了 看它真的会一直盯着人看吗 我准备好了 开始跑到对峙了 先盯着它的眼睛 然后我移动到旁边 看到了吗 它的头竟然也动了 我多移一点 你来右边看一下 完了 真的被它盯上了 你刚才又看过来了 你看 它真的可以这样一直牢牢盯着你 完了完了 接下来怎么办呀 好 好